嗨 大家好 昨天就是我老公在卫生间弄这个木头 我不让他在卫生间弄 然后呢 就因为这件事生气了 到今天还生气呢 昨天饭也不吃 然后今天药也没吃 后来我自己也反思了一下 我觉得我做的可能有些方面也不对 他就是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你弄这个的话 最起码比上外面去吃这哥哥强吧 太生气 等会儿我去哄哄他 看一看他什么反应 老公 太生气了 嗯 吃橘子了 吃橘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吃橘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还生气啊 啊 别生气了 你给我留一点橘子呀 给我一块吃吧 我要橘子 我不要橘子皮 别生气了 哎呀 别生气了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都没吃药啊 不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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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吃药哪行啊 哪能不吃药啊 不是 你们跟我家吃木头 你这人还挺记仇的 别生气了 好了好了好了 你给我老记仇了 别生气了 来来来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我一会儿给你做点好吃的吧 我今天晚上给你做点牛肉吃吧 行不行 哎 嗯 你给我唱个征服呗 就这样被你征服 啥呀 好听吗 笑了就是不生气了呗 啊 啊 生不生气了 做了什么饭 做了什么饭 刚刚谁骂你了 爸爸骂你你还上爸爸身上去坐着呀 啊 啊 为啥骂你了 嗯 不听话 嗯 昨天去接孩子 学校做核酸吗 嗯 然后咱们这边现在那小区也开始做了 等会儿下去咱那里去做核酸检测 嗯 嗯 去吧 等会儿就领孩子 你领孩子去孩子自己个家也不行呀 别锁下 给你锁下好不好 不好 什么不好 她咱们再iacon 三